海水的運動 海水的運動 我們要教三種運動 可是我上次有 一個叫海流 一個叫破浪 一個叫潮汐 我們這裡的重點在海流 破浪就一句話帶完就沒有了 潮汐主要會放在天文的時候說 這裡只是簡單帶一下 海流就是海水的流動 海水為什麼會流動 有很多原因 我們國中教的都叫做吹送流 就是被風吹出來的 被風吹出來叫吹送流 其他的我們沒有提 波浪就是一句話 波浪就是海水表面的起伏 它是被風帶來的 風如果越大浪就越高 就是一句話而已就沒有了 潮汐呢就是指海水水位的深深降降 白天叫做潮晚上叫做汐 主要是受到月球營的影響 我們在這裡就簡單給你帶一下 比較主要的內容細節 我們會在天文的時候教 我們這邊主要叫做海流 就是海水的流動 我們叫的都是吹送流 就是全球的表面海流圖 好你們有學過北大西洋洋流對不對 地理會教北大西洋洋洋 會教什麼墨西哥灣灣流 我們呢地科教的很少 我們地科基本上只教黑草 黑草 我們連清朝都沒有教也沒有漢朝 只有黑草 我們只有教黑草 我們只有教黑草 所以地理教的其實比我們地科教的還要 還要多一點 我們只教黑草 那這黑草的來源就是來自於行星風氣 我不知道你們 地理老師有沒有跟你們補充過行星風氣 有很好就是行星風氣 就是我的地球整在這裡 受太陽這樣的曬 讓地球自轉 造成長年固定的某一種風向 叫做行星風氣 那你們應該有學過所謂的西風帶對不對 西風帶西風帶有學過嘛 就是這個長年固定的風向 所以吹著海水會有長年固定的流動 這叫做行星風氣 造成我們叫做吹送流 然後還有配 那它會受到一些地球自轉 還會受到一些地形的影響 那海流的方向 那我們的黑草 主要就來自於 赤道以北的北赤道陽流 然後呢向西行 然後撞到了菲律賓這邊之後呢 就北上 北上就變成我們的黑草 所以呢就是 北赤道的陽流 北大西行的陽流流過來 撞到菲律賓往北走 然後就變成我們所說的黑草 所以你要記 第一黑草來自哪裡 北赤道 赤道以北 然後呢 它的水溫高 重點它的水溫高 它是暖流 有地理有交過 然後它流速快 波濤洶湧 所以呢 顏色比較深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所謂的黑草 所以重點一 它來自北赤道 重點二 它的水溫比較 水溫會比較高 水溫會比較高 然後呢 剛才撞到菲律賓北上 然後撞到台灣之後就分兩條 一條走東邊 太平洋這邊 一條走西邊 台灣海峽這邊 走東邊的叫做黑草主流 走 台灣海這個叫做黑草支流 而這個支流的方向 會受到季風的影響 於是 停車站借問 季風方向 地理老師教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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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吹啥風 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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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嗨 嗨 嗨 冬天 我問夏天 夏天 你錯 夏天 冬天 帥哥男 找一位大帥哥強 三一 三一 冬天吹啥風 東北 東北 你錯 這個是地理老師教過 然後這個影響了我們的風向 對不起 海流的方向 這個叫做夏天 夏天吹西南風 黑草主流 黑草的 黑草的流動 從這邊南邊流上來 主流這邊流過去 支流呢 也一樣 方向就是吹西南風 所以就流過來 同時呢 也把南海的海流也吹上來 南海流也吹上來 因此 這個兩個都是來自於南方 所以水溫都比較高 因此全島都被高溫的海水所籠罩 全島都被乾溫的海水所籠罩 因此 我們的全部的海洋 台灣全部都是溫暖 潮濕 因為我們全島都被高溫的海水所籠罩 這個叫做夏天 冬天 吹東北季風 我們黑草主流一樣 所以黑草主流方向 一年四季都不變 都在台灣的東邊 由南向北流 可是支流本來要進台灣海峽 但是現在吹東北風吹下來 所以它上不去 所以上不去 只能從邊邊偷偷爬一點 爬進去而已 那麼 吹下來叫做中國沿岸流 地裡應該有交 中國沿岸流 那麼這個時候 就變成 往北邊下來的水溫會比較低 南邊上去的水溫會比較高 因此比較靠北邊的 海水溫度低 靠南邊的海水溫度高 所以 北部水溫低 南部水溫高 好 考試考什麼 考試考一種 畫一張圖 寫上ABC書 問你 那個什麼海流 那個是黑草主流 還是黑草支流 還是南岸海流 還是中國沿岸流 第二 畫一張圖 問你 那個是冬天流礦 還是夏天流礦 有會分嗎 這是什麼 冬天 這個是什麼 夏天 問你這是冬天流礦 還是夏天流礦 所以 一個是問你它是什麼海流 因為問你它是 冬天流礦還是夏天流礦 我們教這個 是要告訴你 我們這個海水 會影響到台灣的氣候 全島都被溫暖的海水所籠罩 所以全島就高溫炎熱潮濕 那如果北邊南邊不一樣 狀況就不一樣 然後還有再往下加 所以 就個地方叫做恆春 為什麼 它四季如春 它為什麼四季如春 因為你會發現 不管是冬天還是 不管是冬天還是夏天 它這裡都是什麼 都是誰 都是被溫暖的海水所籠罩 因此呢 少有寒冬的現象 因此它叫做恆春 這又是所謂的 海流會影響台灣的氣候 那我們教的海洋會影響我們的氣候 跟什麼 雨產 我們就舉了一個例子 叫做烏魚 烏魚喜歡的水溫二十多度 夏天的時候 它在大陸的北邊 渤海那一邊 冬天的時候 那邊變冷了 它就南下 就南下 時間大概是冬至前後十天 所以烏魚又叫做信魚 言而有信的魚 守信用的魚 每年冬至前後十天 就會來到台灣海峽這裡 這時候來的烏魚 正值產卵期 所以每次都很肥 母豬裡面很多魚卵 漁民抓起來 宰了 做成烏魚子 正好接過年上市 冬至十二月二十一號 做完就正好接過年上市 所以它是漁民的年終獎金 我們那個叫撈玉品 賺一票 所以它叫烏魚巾 烏魚 因為它叫我們 它是我們的年終獎金 你說獎金 烏魚巾 然後呢 這個叫回油性魚類 因為會信它的時候喜歡水很好 回油性魚類很多 鮪魚 黑鮪魚也是 所以等到了 等到了 又到了 壓熱的時候 它又回大陸北方去了 要回頭 回頭 回頭就比較不肥了 因為它的魚場不軟 所以比較不肥 比較不肥 OK 叫做影響台灣的魚場 如果今年是個暖冬 我們烏魚的產量會增加還是會減少 如果今年是暖冬 減少 為什麼 就不下來了嘛 北方活得好好 要幹嘛下來 所以 如果是暖冬 烏魚場就會減少 就這樣 所以再告訴你說它會影響台灣的魚場 烏魚好什麼 第一個 他什麼時候來 中式前後時間 中式是未來天文要交的東西 你要認出來哪邊要中式 第二個 他順著誰下來 他順著誰下來 這個順著誰下來 對 順著中國沿岸留下來 OK 順著中國沿岸留下來 中式前後時間 順著中國沿岸留下來 影響台灣的魚場 停車戰界問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沒有 來 這是以前舅頭人問的一個笨問題 近海 脫往漁船 要順海流還是逆海流 什麼叫脫往漁船 脫這個往那邊 後面脫這個往 要順流而下 還是逆流而上 應該要怎樣 用鼻子想就知道答案哪一個 用鼻子想就知道答案哪一個 8號 8號 應該順流還是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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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逆流而上 請坐下 應該要逆流而上 順流而上 順流而上 我們跑到錢又哭打結了 要逆流而上 這舊課本問的一個笨問題 很簡單 OK 好 有人問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